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手机先进入DFU模式 第一步先引导一下 把手机进入恢复模式 大家看根据操作提示 手机进入恢复模式之后 这边会显示一个电脑的图标 大家看一下 进入电脑图标之后 就要引导它进入DFU模式 在软件上面点击DFU模式 大家看如果你的电脑也跟我一样出现这个情况 为检测到设备连接 请将设备治愈恢复模式的话 第一件事不要急 点确证 把它插数据线 还没连接成功 对不对 那就肯定是电脑的驱动有问题了 我这台电脑 点鼠标右键 点属性 点视频管理器 大家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探号 直接更新它 更新不行的话 重启你的电脑 OK吧 现在我重启一遍 我把这个东西先删除 把它卸载掉 这个是一件到底 我现在马上重启我的电脑 好的 大家看一下 OK 积极启动了 再一次打开我们的软件 会显示恢复模式已经连接 看到没有 然后的话 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电脑上面 这个驱动应该已经OK了 看到了吧 在这里看到没有 驱动没问题了 现在开始 接下来咱们的操作 引导进入DFU 点它 根据操作提示 同时按住开机和音量键 音量键键4秒 然后的话 松开开机键 一直按住音量键不放 来 鼠标点这边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同时操作了 大家看会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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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进入DFU 开始 看看数据线松了 来 看清楚 开始 同时按住 好 过完4秒了 马上OK 松开电源键 长按住音量下 长按音量下 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 好 又出现是不是被连接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已经进了DFU了 你在这边刷信 你看 会看到这个 这个驱动 又不正常 看到没有 这是我的电脑系统问题 你也可能 以后会遇到 这里呢 我就直接做一个演示 给大家看 直接更新 直接更新 OK了 你们一般的电脑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最近 安了太多的东西了 好 进入DFU模式 之后把机器放在这边 放这边 不用动了 直接在这边 选择一下引导 这里 我这个是16的系统 所以选择 这个16的引导 点它 如果您是别的那个系统 您要选择其他的 前面的两个 是14、15的 第一个引导不行 就选第二个 OK了 然后我选16的 好 直接点引导设备 大家稍等 在这里看着 机器不需要越狱的 直接用这个软件 一次就能跳过ID 集合所 最麻烦的就是进DFU 这个步骤而已 以后你们操作 你们要记得 像整个操作状态 这个机器是黑屏的 你看到没有 一直是黑屏的 等一下 我们操作完毕之后 它就会冲起了 有时候很多人会在这里的 经常会卡住 那是因为有一些国外的网友那边网络不稳定 大家要记得 耐心的等待一下 根据提示 现在已经叫做引导成功了 大家看一下 引导成功 点击挂载设备 按确定 直接点这个挂载设备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等一下 马上可以了 好 挂载成功 大家看一下 挂载成功 然后点确定 现在直接点我们的免改码游戏机照顾 免改码游戏机照顾 点它 这个免改码游戏机照顾 也就是把这台手机以后当作游戏机 只能连WiFi了 插SIM卡 也就是这个手机卡 是没信号的 大家要记得 这个就是我们行业内所谓的游戏机 你点完之后 会弹出这个提示框 看到没有 激活文件 还原成功 电话文件还原成功 通知文件 以屏蔽更新还原 搞完了这个机器 不可以刷机的 不能更新系统 也不能够还原 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稍等一下 那已经进系统了 看到没有 看到吧 无可用SIM卡 大家插卡是没用的 好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记得在我的电报上面 给我留言 欢迎加入我的电报群 OK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游戏机呢 可以登录这个ID的 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登录ID 也可以登录应用商店 也可以登录ID 也可以登录应用商店 OK 拜拜 拜拜